令吉对美元持续走软 马哈迪因此主张重新实施固定汇率的制度 但是国行总裁诺珊西亚并不同意马哈迪的看法 他认为令吉挂钩政策并不符合大马的最佳利益 因为它具有巨大的风险 令大马受制于挂钩国家的货币政策 诺珊西亚也提到 政府会因为固定汇率付出高昂代价 消耗大量的储备金 最终削弱大马的外围任性 所以使用了货币 会有优势的影响 对 investor sentiment 影响不仅是FDI 来到 Malaysia 但它们也可能会准备 capital outflows 从 Malaysia 那边里面 未经许可,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